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禾 嘉禾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Hello 歡迎回到嘉禾 我們現在都想探討一下一個主題 其實我們本身的中心很少說 就是同性戀和性別認同的問題 在華人的社區 甚至宗教的社區裏面 在這個問題比較敏感 有些人連討論都覺得你討論也是有錯 但是不可否認的就是 其實社區裏面也有若干人士 在這方面有需要 如果我們所有人都當他是沒事 不存在的問題而避而不談 就將他們所有人的需要拒絕門外 就變成他們求助無門 所以嘉禾在這方面都想出一分力 是為了這些人本身的心理健康 和他們的家庭和諧的質素都出了一分力 我們都多謝我們的同事 Ashton過來幫忙手 或者我們社區裏面可能不知道這個議題 為什麼現在的名字這麼長 叫做LGBTQ2++ 你可否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是包含了些什麼呢 其實LGBT其實就是現在一般 普通外面社會的人 來講同志的英文的說法 其實都是一個 short term form LGBT stands for 什麼呢 LGBT stands for Lesbian 即是女同志 GGBT stands for Gay 即是男同志 雙性戀 那個B其實就是 Stand for Bowsexual 即是雙性戀 T其實就是transgender 即是一些跨性別人士 嗯 其實呢 Two-spirited Two-plus-plus 這些呢 就在我們有些人種族類的比例 會比較少見 通常是跟Indigenous population原住民有關的 他們跟他們的大自然 那個聯繫比較密切 他們會覺得他們生出來 有兩種不同的身份 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在說話 所以有些Two-spirited 所以那個Two-plus-plus 在那裡來的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不用說得很詳細 那在這一方面來講 我們不可以說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些人 但是這個世界上 大部份的人 都可能不是他們 那他們就變成一個 小數族裔 或者是小數的人數 那在這一方面 對他們個人 那個心理質素的健康 有什麼影響 他們在情緒上面 有什麼挑戰的呢 其實呢 因為正正就是 他們好像 就是比較少數的一群 變相很多時候 他們都不敢去表達自己的性傾向 那變相了 他們就是所謂 就是不敢出軌 就是要隱藏自己的性傾向 那其實這些 一直這樣隱藏下去呢 其實都會令到他們覺得 會焦慮 不知道其他人知道了 會怎樣看他 而他的隱藏也都會令到 他的孤單感會增加了 還有呢 他們相對來說 可能那個自尊心會比較低一點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呢 在我們的個案裏面呢 其實都看到有一些 會影響到他自己本身的心理質素 去到一個位置呢 有些自慰 自殘 的東西 又或者逃避了上學 是不是有些人逃避了社交 特別在一些比較傳統的家庭裏面呢 他們受到那個壓力都比較大 因為呢就是未必受人接受 又或者有些人會quit了教會 或者離開了教會 同時也有些教會呢 是因為這個議題呢 是分裂了的 沒錯 是的 那如果是這一類型的人 那你覺得他在家裡方面 會不會那個role有些特別呢 就是他有些傳統華人家庭 我家裡有個兒子啊 那現在我兒子原來有一種傾向呢 他爸爸媽媽是不知道的 那他對他們來說 他是come out 或者是說給他們聽呢 有一個難度 那在這一方面呢 那他們那個challenge是什麼呢 他們會不會很直接地說 然後會不會在家庭的關係上 有些衝擊呢 我猜呢 如果那個同志是來自一些 比較傳統的家庭 正如Anna剛才說的 我相信他們都不會這麼坦白 去跟家人說的 那因為始終他們來自那麼傳統 其實就可能會戴著有色眼鏡 來看待自己的兒女 那有機會其實令到那個小朋友 或者都不敢跟他去溝通的了 那其實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歧視 或者我們經常說歧視 其實是來自什麼呢 其實就是來自於 對這一幫人 這個群體的不認識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家長呢 可以放下一些的成見 來去了解 其實究竟這個LGBT 他們是一班什麼的人 他們是怎樣 其實慢慢去 就是放下自己一貫以往的看法 來去接納他 即你接納他 不等於認同他 正如我一直都這樣說 那其實都是為了保持關係 來保持一個溝通的橋樑 嗯 那也都 我們家學其實都見到 在這一方面 有些是會 就是父母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變成了 跟一方面那個關係比較好些 又另一方面的關係就決裂了 有些人就是很多年都見不到自己的兒女 甚至到她走那天 都未必會她出現 那樣 那你就好像我們之前說 你的溝通技巧是如何呢 你想她回來找你 還是你想推她走 多一點 那同時我也都見到 就是在華人家庭裏面 或者新移民 小數族裔 普遍他們那個家庭的組成 是很多代性的 是不是 那有沒有一些 譬如說有些guilt 也都是家庭成員 和家庭成員 中間的那個關係 是因為這件事 變成不好呢 其實呢 我知道 可能有些家長 可能會擔心 會覺得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自己的問題 或者可能是因為其他人影響 令到自己的小朋友發展了 有不同的性傾向呢 但是其實呢 性傾向在現在 心理學界 或者可能醫學界上高 雖然暫時未有一個定論 但是普遍研究都相信 就是其實先天和後天的因素 都對這個性傾向的發展 有重要的影響 而其實這個性傾向 其實那個人是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也都沒有選擇去做一些治療 來去改變自己的性傾向 換言之呢 就不是說病啊 錯啊要改 病啊要醫啊 錯啊要改 其實就不是這個概念 是的 其實為什麼會是錯啊 有病啊 要去改呢 其實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其實可能是 我不記得那個實際的年份 但是說到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美國心理學會曾經是 將同性戀這個東西 是放進了DSM裡面 是當了它是其中一個精神病的 但是其實呢 去到DSM科 我不記得了exactly這個版本 但是後期就已經是 刪除了這個病態 就是將它這個性傾向 是視為一個正常的傾向來的 不奇 那就是不是一個心理病 不是一個心理病來的 不是有人黏了線 沒錯 那是有些本身organic 就是生出的問題 也有些是social factors 是不是後天培養成的環境的問題 那也都不需要真的自責 說自己做錯什麼 因為沒有人錯 沒有人生病 沒有人生病 是不是 那它形成是這樣 就是你生了一棵菜 你都可以大快葉一點 小快葉一點 那如果是最親的人 歧視自己的話 就是對於那個人來說 是最無助的 就是可以 或者我們退一萬步說 就是作為一個新移民 就是特別現在 可能香港 有些人過來 他就會是 我沒有選擇 我走得很急 是不是 那過來的時候 他那個孤獨感很強勁 就是完全沒有支持 他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他的經歷關係 那其實在這個情況 是很相似的 是不是 就是他在一個社會裏面 他是少數 那他要告訴別人 也都不信得過 那些人會不會害他 他周圍也都是沒有 他的社交網絡可以支持他 那如果本身有家人在那裡 而家人不支持他的話 就是等於很落魄的 好像郵文那樣 被人放逐了 其實那個都是你的家人來的 沒錯 那如果我們不支持他的話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出現 我們都見不少了 那不希望在醫院見他 或者在法庭見他 或者在警察那裡見他 甚至在那些 他已經見不到你的情況見 是不是 那也都不存在說 我生一個這樣的小孩 一定是我的媳婦差了 或者是誰比較差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這些人 那也都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形成 但是就絕對不需要怪罪自己 或者怪罪家人是不會 就是科學上面都沒有一個正常的說法 就是等於自閉自己一樣 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 就是做了什麼會形成他 所以就怪人都真的沒有意思 但是社區上面 其實不是很足夠這一方面的資源 是呀 那其實華人就特別沒有什麼 那其實如果你說 純粹在這方面想拿資源 我們社區 Toronto來講 有什麼資源呢 其實如果你說是關係上高 就是想一下怎麼去聽到 可能如果小朋友跟你講 他自己的性傾向的時候 你覺得可能有些不太舒服 或者有些情緒好像 不知道應該怎麼去面對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交和的 我們都有提供這一方面的 個人輔導或者家庭輔導 而其實除了交和以外 我們都有另外一個團體 叫做 519 是Church Street的519 它大約是紫色綠色的branding 它就是mainstream society比較多的 其實Toronto來講 Church Street的district 就是最多這一方面的 整個經濟圈都是那裡 由酒吧去到做事 去到社區看樂設施 和社福界的設施都在那裡 那裡就是據我所知 就是沒有華語服務 但是因為其實它這個服務 給這個群組的服務 都不多的關係 我們都想提一下 我們另外一個partner 就是519其實這個services 這個agency 都會serve這個population 所以華語服務的話 就是在交和方面 如果你做心理調節 或者跟家人的關係 搞到決裂 或者僵了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傳統的心理治療去幫大家 沒錯 另外其實都有一個想提一提 就是都知道可能家長 可能聽到如果小朋友跟你說 或者是一個不是你想知道的情況之下 知道了小朋友的性傾向的時間 其實可能你都當刻 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但是可能當刻你很想 立刻去找兒子問清楚 或說清楚 可能罵他 但是當刻其實應該家長 他要先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OK 而其實出現的情緒 可能會覺得很失望 覺得很傷心 很多這些情緒 其實都是正常的 不需要特別去擔心 或者特別去害怕 其實如果真的覺得 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 可以先打電話 去找一些專業人士的求助 即是傾訴自己的情緒之後 再跟小朋友去談 其實這樣保持的關係會比較容易 即是不要一來就衝著 啊 哪個司官見到你這樣這樣這樣 你騙我 是嗎 其實他沒有做錯的事 他沒有騙你 他只不過是不知道怎樣跟你說 沒錯 我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我們都聽說 從我的員工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都告訴我 其實很多人的成長過程 正常地是會對自己的性別認同 出了懷疑的時候 有些時候 特別是小學 高中 小學到初中那幾年 是很大部分人 都會懷疑自己的性經向 或者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什麼 但是呢 隨著人成長多些 那方面就會實正了 就會穩定下來 但是有些人也是穩定下來之後 才發現 但是我自己的認同 和我現在看到的區學是不一樣的 或者我自己的傾向 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樣的 也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過渡之後 有很多人都會處理 平時我們見到多些那些 但是也都會有一部分人 是會發覺 原來之前那些是幻象來的 所以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在中小學的時候 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一個成長的階段來的 是過了那個成長階段 才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沒錯 是的 所以就 在這些情況 如果他們有需要的話 會拿來投助的話 先是家長可以幫他同理一下 之後呢 就是如果家長都不需要 去找朱熱民事幫助 但是千萬不要打算 去找朱熱民事去醫治 去矯正他 是的 人家都沒有錯枯牙嗎 是不是 是的 還有呢 其實以往 或者可能坊間上 有一些根證的治療 其實都有很多研究 來講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成效 而且接受了這些 的治療 即所謂根證治療以外 其實帶給那個當事人 有更加長遠的副作用 例如可能有提升他們的抑鬱 或者焦慮的傾向 或者甚至乎真的會增加他們一個 智慧的行為 嗯 其實呢有一個很出名的case 我現在就不譜他的名字了 是不是 嗯 為了尊重當事人 其實是一個psychology 家 這一個都很出名的case 那是一個twin brothers 是媽仔 嗯 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很小的時候 幾歲的時候 他自己去玩的時候 就有出了一些意外 結果做手術的時候 就是醫生處理他的儀器的時候 不小心燒爛了他的私處 是男生來的 嗯 那因為燒爛了的關係 已經無從修補了 他就將他整個器官拿走了 然後呢 當時的醫學就是認為 你的性別認同是根據你的器官而已 你現在沒有那個器官 我教你就可以了 更正治療 你剛才講的更正治療 是不是 他就開始把他和他的兄弟 就是一個男生 他本來是孖生兒子 變成一個所謂的女 他將他打扮 要改他的生活習慣 他的文娛兇浪活動也要改 結果他整個成長是極之失敗 有智慧的傾向 有他為的傾向 就是會害人 搞事 發洩不到他的情緒 行為 情緒都變 而結果是悲劇收場的 這個人是自殺死了的 是不是 所以沒有說更正 然後我看到是這樣 我就跟著那個器官走了 其實不是的 對於他們很多人來講 就是混在一個不對的器官裏面 大家不妨在這一方面做一個research 你最後沒有一些中谷的說話給家人聽 無論是爸爸媽媽或者再上一代 就是grandparents 我想其實都是說回剛才 其實性傾向這一點 其實都暫時沒有一個定論 不是誰做錯 不需要因為這一點而去指責當事人 我想其實他最需要的 不是教他怎樣去走那段路 其實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和他同行 所以性傾向和大部分人不同 不是一個病 但是因為這樣而令到他的心理質素受影響 就有機會變成了情緒病 情緒病也都可以不需要歧視他 可以正面去解決他 例如他好像家和那樣的心理輔導機構 希望以上的資料幫到大家 多謝拜拜 拜拜 拜託